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 婚姻说简单也简单 多少人一辈子恩爱地过来了 但说复杂也复杂 又有多少人在婚姻面前败下阵来 违背了自己天长地久的誓言 为何有的夫妻连搭伙过日子都困难 有的夫妻却能携手余生 为何有的婚姻十分美满 有的婚姻却千疮百孔 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思 曾在网络论坛中看到过一位年轻的产科护士 讲述一个产妇和她丈夫的故事 他们的医院地处小县城 医学条件还不太发达 但方圆石里也没有再大的正规医院了 所以总能遇到一些紧急情况 有天深夜 一个疼到满头大汗的产妇被紧急送来 一边的丈夫好像还在和她争执着什么 医生问了才知道 产妇疼得受不了 想要剖妇产 但丈夫却坚决反对 她说 我妈不同意剖 说对孩子不好 再说不就是生孩子吗 还用开刀 哪个女人不生孩子 我妈都生了四个 也没开过一次刀呀 两人僵持不下 丈夫拒绝签字 产妇只能妥协 几个小时过去 宫口打开的程度还是不够 眼看产妇疼得又哭又叫 她的丈夫却冷漠地在等候室里玩手机游戏 对产妇的情况不闻不问 后来 胎心出现了问题 急需剖妇产 医生来找丈夫签字 却发现丈夫已经抱着手机在椅子上睡着了 医生叫醒了丈夫说 你老婆在顺产中出现问题 胎心不稳 需要转剖妇 丈夫却一脸不愿意 这么多女人都能自己把孩子生下来 你们是不是想多收钱啊 医生严肃地道 事关人命 我们是为了产妇和胎儿的安全考虑 现在需要您签一下字 丈夫一撇嘴 我不签 再等等 反正大人孩子你们都得保平安的 出了事儿都是你们的责任 结果时间拖得太长 产妇忽然大出血 胎儿没能保住 产妇也差点因此丧命 那位产科护士说 当时她在一边看着 心里都凉透了 她心里难过 同时也替产妇感到难过 竟然嫁给一个是自己的生命如草芥的冷漠丈夫 后来 她听说产妇康复出院后 立刻在娘家人的陪同下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 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在故事的最后 小护士感慨 原来一段婚姻的破裂 可以不是因为家暴 出轨 仅仅是丈夫的冷漠 轻视 就足以杀死一段感情 人心都是肉做的 每个人都期待被保护 被温柔地对待 在婚姻中 如果一方总是对另一方冷漠以待 把另一方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 那么攒够了失望的那个人 总会心灰意冷 扭头离开 除了自私冷漠 两人之间的感情麻木 也是幸福婚姻的一大杀手 在电影《爱情呼叫转移》里 有一段徐征跟妻子离婚前的镜头 妻子和平时一样 就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异常 正吃着饭 丈夫却突然张口说了一句 我们离婚吧 妻子吓了一跳 以为丈夫在开玩笑 她不明白 日子过得好好的 为什么丈夫会突然要离婚呢 是丈夫出轨了吗 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而实际上 丈夫提出的原因竟然十分可笑 你在家里永远穿这件紫色的毛衣 我最讨厌紫颜色你知道吗 牙膏得从下往上挤 我从中间挤怎么了 我愿意从中间挤怎么了 每星期四次炸酱面 电视剧 电视剧 炸酱面 还有 你吃饭的时候能不能不要作的面条打转转 一位情感专家说过 绝大部分亲密关系的最大杀手 不是出轨 不是三观 而是麻木和厌倦 总听人说 老夫老妻了 太熟悉了 那些礼物 仪式 节日 通通可以免了 结果 你不再牵我的手 我不再给你晚安稳 你不再为我买我喜欢的蛋糕 我也不再为你包你喜欢的汤 时间久了 原本一对甜蜜的小夫妻变得越来越像陌生人 渐渐地开始互相嫌弃 陌生人变成了冤家 仇人 其实 婚姻就像一朵玫瑰 想要玫瑰娇艳美丽 需要两个人共同去施肥 浇水 如果任凭日晒雨淋 不出几日 玫瑰便会枯萎 同样 不懂得去经营婚姻 试着为婚姻制造惊喜 再浓厚的爱 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消失殆尽 知乎上有一个话题 有超过两亿人次的浏览量 你后悔和现在的妻子结婚吗 本以为答案中会充斥着后悔和不满 没想到 却正相反 一个网友说 在他准备和女友结婚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却让女友失去了一条腿 结果 自己这几年来攒下的三十多万积蓄 全部都花在了女友的手术治疗上 女友怕拖累他 提出了解除婚约 身边的朋友也都劝他不要在女友身上浪费一辈子 但他却说 他跟了我这么多年 要我放弃他 怎么可能 也许很多人都会算计恋爱成本 婚姻成本 会在出问题时各自放弃 你们认定的是一种物质的生活 和谁在一起过不是你们的最终目的 但我不是 我爱他 我想和他在一起 后来 他们结婚了 四年过去依然甜蜜如初 感情没有受到阻碍 反而因为彼此的陪伴越来越深 好的婚姻一定要有爱情作为基础 两个人若是想长久地在一起 如果没有爱情的加持 迟早是要散场的 爱情是婚姻的原动力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一个悲剧 但光有爱情的婚姻 同样也是一个悲剧 相爱容易 相处太难 婚姻里面光有爱还不够 要有忍让和包容才能长久 文学大师林语堂和太太陈景端的爱情 就是最好的例子 结婚的第一天 她就下定了决心和太太说 把婚书撕了吧 婚书唯一用到的地方就是离婚 我们不离婚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 两人虽然习惯三观各不相同 但仍是相互欣赏 互相包容 林语堂生活习惯不好 常熬夜抽烟 而陈景端最讲究作息规律 为了不打扰太太休息 林语堂就自动搬出了卧室 和陈景端分床而眠 林语堂外向 性情放荡不羁 而太太却内向 有条有理 出门买个早点都精细打扮一番 但两人从未有过看对方不顺眼的时候 乃至到了晚年 林语堂的三个孩子都说 世上找不到两个比爹妈更不相像的人 也找不到比爹妈更相爱的人 其实 这就是幸福婚姻的秘密 因为爱 所以包容 因为包容 所以更加相爱 一段幸福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 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凯列尼娜的开头写道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幸福 而不幸的家庭却各不相同 其实 婚姻也是如此 幸福的婚姻中都会有爱 有包容 有忍让 有迁就 有理解 而不幸的婚姻中 有的是麻木 厌倦 有的是自私 冷漠 要知道 结婚并不是两个人 简单地搭伙过日子 而是两个人两种生活方式的融合 也许 没有一段婚姻是平顺的 总会有些磕磕绊绊 吵吵闹闹 用麻木和冷漠去对待 这段婚姻就将越来越脆弱 从而迅速走向衰亡 但用爱和包容去对待 这段婚姻就会越来越稳固 越来越幸福 最后 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找到自己的良人 组成幸福的家庭 相爱一生 如果 深陷无可挽回的错误婚姻 也愿我们鼓起勇气 好聚好散 也好过 委屈求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